一张脸笑到何不拢嘴 直接就在镜头前大口畅饮啤酒 他是德国盛民党党魁萧姿 带领盛民党在26号的国会大选中拿下胜利 渴望成为下一届德国总理 走向个人政治生涯巅峰 根据德国选委会公布的结果 偏左派的盛民党得票率是25.7% 以1.6%的些微差距 经显胜过现任总理梅克尔的保守派联盟 这是德国保守派二战以来表现最糟的一次 不过几个大党得票率都没有过半 势必组成联合政府 票数位居第四的自由民主党率先递出橄榄枝 德国政坛以西变天被视为对中态度 强硬的自民党和绿党预料将牵手盛民党 组成联合政府 保守派失利或许也反映出德国民众希望改变 长达两年的新冠疫情梅克尔做得可圈可点 不过也和他长达16年的施政一样 保守缺乏突破 古典16年终于改朝换代 63岁的肖姿在梅克尔时期曾担任副总理和财政部长 和梅克尔关系亲密 还曾摆出梅克尔招牌的临行手势 尽管同样走温和路线 但随着国际局势转变 欧盟对中国的态度越来越明显 梅克尔卸任后 这个位居欧洲心脏的国家 是否会形成一个对中国更强硬的联合政府 全球关注 三里新闻 环旋报导